嗨,大家好,我是乐玲 今天这一集我想要分享 见证人有什么责任? 见证人的责任就是 见证立足者是在进程状态正常 还有自愿的情况下签名的 他需要跟立足者在同一时间签名 但是他不需要知道遗嘱的内容 如果遗嘱的合法性被挑战的话 他是有需要处体作证的 见证人需要有两位 主要目的就是 假设找不到其中一位的话 至少还可以联络上另外一位 一位你可以找经常跟你待在一起的好朋友 另外一位你可以找你的亲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见证人不可以是你的受益人 或者是受益人的另外一半 因为牵涉到利益关系 所以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见证人同时也不可以是你的执行人 或者是信托人 举个例子 如果是你把遗产分配给你的父母的话 那你就可以找你的姐夫 来成为你的见证人 今天这集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